当地时间2月28号晚 俄罗斯与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举行的谈判结束 这也是当日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的最后一轮谈判 谈判前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 此次谈判的目的是立即停火 和撤出俄罗斯军队 而克里姆林宫则拒绝就莫斯科的谈判目的 发表评论 本次的谈判地点定在了白俄罗斯 谈判开始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将近两个小时 俄罗斯代表团由俄外交部 国防部和其他机构 包括总统办公厅的代表组称 乌克兰代表团共派出了6人参加会谈 包括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副外长托奇斯基 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里亚克 人民公普党主席阿拉哈米亚 议员乌梅洛夫 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 第一副组长克斯金 白俄罗斯外交部部长马克一 也出席了此次的谈判 谈判结束后 乌方代表表示 双方主要讨论了停火问题 各方将返回磋商 近期举行下一轮谈判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 梅金斯基则表示 下一轮会谈将在白俄罗斯 与波兰边境举行 俄罗斯谈判代表团成员 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列奥尼德·斯鲁斯基 则表示 本次会谈得以举行 已经是一大成果 且会谈中双方彼此能够倾听 他认为乌克兰代表团 愿意听取意见 并极尽详尽地讨论 本质问题 斯鲁斯基还补充说 近期双方谈判 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 后续如何 近几天将见分晓 目前乌俄的战况 依旧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不过乌克兰方面 也在进行强烈的抵抗 为斯基的谈判 争取更多的筹码 根据俄罗斯独立媒体 国际文传电讯社 2月28号的报道 俄军目前占领了 乌克兰东南部的两个小城市 和一个核电站周边地区 但在其他地方 遭遇了激烈的抵抗 导致俄罗斯的推进 比预期的要慢 目前 最让外界担心的一个因素 便是普京 是否会按下核武器的按钮 自周日 俄罗斯核威射力量 进入特殊战备状态之后 俄罗斯国防部周一表示 该国核导弹部队 以及北方和太平洋舰队 已处于加强战斗状态 俄罗斯 称其在乌克兰市 执行特别行动 俄方声称 目的不是为了占领领土 而是为了摧毁 乌克兰的军事能力 并抓捕其认为危险的 民族主义者 在乌俄举行谈判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相约通了电话 法国总统府对外表示 马克龙希望俄罗斯 能够保证乌克兰 道路主干道的安全 并保护平民 艾舍利公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 表示愿意为此努力 法方对俄罗斯 正在进行的 保护斯巴顿的 特别军事行动 表达了其观点 并表示 希望通过与基辅的对话和谈判 尽快解决目前的冲突 普京强调 只有无条件地 考虑到俄罗斯的合法安全利益 包括承认俄罗斯 对克里米亚的主权 解决乌克兰国家的 非军事化等问题 并确保其中立地位 满足以上三个条件 俄罗斯才有可能 采大相应的解决方案 乌克此次谈判 以及即将进行的 下一轮谈判 均选在了俄罗斯坚定的盟友 白俄罗斯举行 这个国家 在上周日的全民公投 通过了一部新宪法 同意放弃乌合地位 也同意俄罗斯 在该国永久驻军 在本次侵略行动中 这个前苏联共和国 已经成了俄罗斯军队 入侵乌克兰的跳板 白俄罗斯外交部推特 援引外交部长马克一 在会议中的致辞称 目前众多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当局 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制裁措施 比如切断了俄罗斯本土银行 进入Swift的国际支付体系 使俄罗斯的卢布 对美元的汇率在周一 下跌了30% 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宣布 禁止俄罗斯所有注册 及管控的飞机降落 起飞或飞越欧盟领土 这使得俄罗斯航空公司 必须取消所有 飞往欧洲目的地的航班 就连一项以中立自居的瑞士 也忍不住出手了 28号瑞士当局宣布 将冻结俄罗斯人 在瑞士的财产 此外还会对普京 俄罗斯总理米修斯金 和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实施金融制裁 大型企业们 也纷纷采取了行动 俄罗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BP英国石油公司表示 他将放弃 在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份 代价高达250亿美元 谷歌也表示 在与地区机关等单位协商后 考虑到乌克兰当地社区安全 已在全球停止Google Maps 关于乌克兰交通 商店 餐厅等繁忙地点的 及时信息 对于这场战争 想必不管是参战的双方 还是持观望态度的其他国家 都希望能够早日结束 避免战局扩大 甚至最终动用核武器 希望乌克双方的下一轮会谈 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